庄园办婚宴却遇上了苍蝇大支营 有民众二号到新竹一间庄园参加户外婚礼 却频频的向宾客致歉 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苍蝇满天飞 而当天结婚的新人也说 业者事前完全没有告知附近有机舍 对此业者则表示平常都有做好消毒 是机舍管理不当 新人的部分已经给予赔偿 环保局也即刻前往稽查 桌面上摆设的装饰品 和盘子里吃剩下的食物及饮料杯 满桌子的全爬满苍蝇 苍蝇甚至还飞到宾客身上 很难想象这里居然在举办婚宴 整个桌面布满密密麻麻的苍蝇 软肥乱窜 看到这幕令谁都吃不下去 二号有民众来到这间新竹小有名气的庄园 参加婚礼 却遇上苍蝇乱入婚宴 发文控诉无论室内还是室外 都可见苍蝇满天飞 自渡市取餐区也没有任何东西遮盖 还有小孩吃到住院五天 不止如此 庄园里还闻到阵阵鸡齿味 害新人只能逐桌向宾客致歉 控诉庄园态度消极 新人也有跟我们反映 我们就有在喷第一量的药 因为现场已经很多来宾跟工作人员 只能用这样子的 就是对人没有危害的状况下喷药 业者表示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 大量苍蝇的状况 在惊吓中不断调度人员协助驱赶苍蝇 认为是邻居机社管理不当所导致 卫生局也前往稽查 惊查和厨房卫生环境有部分的缺失 包括分装食材为标示 以及冰箱食材为分类保存 卫生局表示 业者已经申请进行庄园全面消毒 而业者除了至上深深歉意外 也联系当天的新人给予赔偿 不让类似事件再发生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